急流永退 保一生富贵 继续折腾 可能变残废 作者李杰 鲍普财经评论员 久不见其名的陈天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在美国买了很多地 1月8日 据外媒报道 陈天桥目前在美国俄勒冈州拥有19.8万英亩 80127公顷林地 在美国地主 排名榜排在第82位 同时也是美国第二大飞 美国公民土地拥有者 这块地相当于广州市白云区那么大 而白云区已经是广州主城区面积比较大的区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去年美国耕地的平均价值上涨了8.1% 自2020年以来已上涨了1.3%以上 陈天桥躺赢了 01陈天桥每年捐赠1.15亿美元 陈天桥除了在美国买地 在加拿大安大律省拥有约50万英亩的林地 陈天桥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买林地 我的猜想除了经济上的考虑 恐怕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 曾经由于投资盛大合资项目失败 陈天桥身体不适 刚开始以为是心脏病 后来发现是神经关能症的一种惊恐发作 患上这种病的人会突然出现强烈的恐惧症 感到死亡将至大难临头或失去自控能力 并伴有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 作为一个曾经很多次感受死亡将至的人 他买一片望不到边的林子 很大程度上是给自己买一片安静 买一个在灵魂深处可以散步的地方 可以放松的地方 人这一辈子终将走向终点 陈天桥已经50岁了 知天命买林地 自己看着舒服如此而已 少些算计远离紧张 以林地传给后人也挺好 陈天桥在美国多处有房产 2018年 他和妻子洛千千赤资3900万美元 买下了曼哈顿东69届的范德比尔特大厦 2021年 两口子买下了位于洛杉矶郊区的西里 穆德庄园 价格为2500万美元 庄园建于1934年 40多年来 一直是南加州大学 USC校长的住处 陈天桥夫妇从那里可以很方便地 前往加州理工大学的天桥和克里斯 陈神经科学研究所 夫妇俩为该研究所提供了1.15亿美元的慈善捐款 在加州理工大学校园建造一栋三层楼 占地15万平方英尺的设施 并于2021年投入使用 2016年12月 陈天桥宣布 每年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捐赠1.15亿美元 连续10年 总金额高达10亿美元 专门用于脑科学研究 据盛大集团网站显示 目前拥有三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子公司 和一个在韩国Codec上市的子公司 陈天桥的投资 涵盖公共和私募股权 风险投资和房地产 陈天桥不拼了 做点轻松的事 你也可以说他退了 他是聪明的 为了健康 也应该放下 第二 马云在美国买了一块地 马云此刻大概率也在日本享受他的退休生活 马云今年9月10日才满60岁 但是他从阿里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 已经很久了 2019年9月10日 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一直在卖出各类股票 根据香港联交所权益资料近期披露的信息 马云及其在蚂蚁集团的另三名一致行动人 景贤栋 胡晓明 蒋方于2023年12月28日将各自所在六支港股的权益清零 此次被马云等人清空权益的六支港股 分别是亚伯科技08279北京邮保在线02429为天运通02482 富博集团03738 雅士维01993和众安在线06060 去年11月16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的两份144表格显示 马云家族信托全资拥有的JC Properties Limited和JSP Investment Limited 已于11月21日出售阿里巴巴创始人股份 均为500万股美国存托股份 Ads 按美东时间11月15日 阿里巴巴87.070美元股计算 此次减值股票 共涉及股票市值8.707亿美元 马云办公室律师明确回复记者称 这次披露的出售计划是一个远期规划 该计划目前没有发生实际减持 马云现在主要做自己喜欢的是 关心农产品 去挂名的大学讲讲课 然后就是待在东京品尝各种美食 马云曾在孙正义那里购买了 位于香根的日系豪宅 面积超2000平方米 马云很喜欢香根附近的某寿司店 他从2019年就开始前往这家店铺消费 最爱海胆 疫情之后 他还会经常叫这家寿司的外卖 马云在日本 主要都以东京为活动据点 他经常会和家人一起泡温泉 去滑雪 随行的还有专属的厨师和保安 在东京 他以银座和丸之内的某高级俱乐部为据点 会见宾客 必须说一句 2015年 马云也在美国买了一块 面积达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将其委托给桃花园生态保护基金会 负责保护打理 这块土地 位于纽约州的阿迪朗达克山脉 是布兰登私立公园 Brandon内的一块森林 森林面积为28100英亩 约合113.72平方公里 马老师是高人 也是懂得进退的人 林三王石状态比姚振华好 王石同样是令人羡慕的企业家 最近一次刷屏是因为他说自己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随后他特意强调 不是私生女啊 是婚配的 这则自我爆料 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搜榜单 王石还谈到了自己的妻子田普俊 王石称 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是二婚 我那年轻媳妇都觉得他棒上我了 我现在给你们交个底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现金存款比我多 王石还表示 田普俊并不是靠拍广告挣钱 而是他当时已经是瑞安内地方地产顾问 认识他时他已经非常成功了 如果说棒大款 应该是我棒他 王石的这位夫人争议很大 但是王石很幸福 这是真事 王石曾经的对手姚振华混得有点惨 姚振华及宝能汽车 被强制执行19亿余元 被执行总金额已超375亿元 2024年1月10日经济观察报 去年8月 宝能集团实际控制人姚振华频频登上热搜 先是在中距高薪控制权之争中 亲自上阵 却被保安拦截不让进场 后是因为倩心问题 被前员工围堵 连眼镜都被打掉了 王石针对网友提出的 关于近期姚振华先生的新闻 您怎么看 的问题 他表示已关注到相关新闻 一些旺客的员工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转发了相关的帖子 但感觉不太好 王石现在的心态好 手上有几个公司在折腾 每年退休金1000多万 娇妻幼女在眼前 他偶尔还去做个直播演讲 王石现在的状态不但比姚振华好 比王健林也要好 王健林一直在卖资产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04急流永退 保一生富贵 马云 陈天桥 王石 做对了什么 学会放下 学会享受 这其实是绝大多数国人非常欠缺的观念 很多人从小就听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这绝对是一碗剧毒的鸡汤 首先是人为什么要吃苦 为什么不可以快乐过一生 有没有可能你一旦开始适应吃苦 就有吃不完的苦 一定是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做人上人 这是不是一种可耻的丛林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人是没有办法才去吃苦 主动去吃苦的都有病 就算是做生意 能不吃苦就不吃苦 除非脑子不正常 马云 陈天桥 王石 之所以比姚振华 王健林高明 就在于 他们在遭遇了疾病 重大事件的冲击之后 突然间心境成名 看懂了 放下了 急流永退 保一生富贵 继续折腾 可能变残废 2005年 陈丹青出了一本退步集 所谓退步 与社双关 可理解为某种省思和追寻 其实 在某些阶段 退步才是明智的 如今 马云在香根泡温泉 陈天桥在庄园里散步 王石在家陪三岁的女儿 他们不但财富自由 而且精神自由 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 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而且 他们的子孙后代 因为会投胎 也都成了人生赢家 在房屋下宣言之后 他们不但财富地 在庄园里散步行